今天處理你 姐夫是他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鳳梨雞胸 酸酸辣辣的口感 非常適合在夏天作為一個開胃的主菜 多麥克風 薯薯 少量的酸酸辣 薯薯 放入煙 面粉 然後把雞胸骨拿走 早應該是用家庭 不適合 把麥克風 加上柳麵汁 加上一些Tabasco 番茄切冰 加上一些凤梨切冰 拌一下 这是墨西哥的塔可香料 我先大概研磨一下 让它的粉更细致 加一匙的辣椒粉 让它味道更的变强烈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来腌鸡肉 先淋上一点点油 我们刚才的香料 撒在上面 我们现在先把它切切成小块 然后我们再来碗煎起来 我不切一样可以处理你 我不切一样可以处理你 现在吃中火 就好了 吃中火 然后炒至新鲜肉 就好了 煮到白色 就好了 煮到白色 煮在白色 煮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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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到這個白白的蛋白質大概跑出來的時候 表示這個雞肉已經差不多快好了 那我們待會就只好再讓它休息一下 讓它休息個大概三、三分鐘五分鐘 它的溫度平均在裡面就可以了 顏色跟魚骨頭煮起來 非常好吃 攪拌水 雞肉 鯛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